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精神下降,头发花白 听力下降,排泄两阴 腿脚不利,牙齿松动 这些症状是老了吗?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衰老,是不可逆的 但在中医看来,这多是肾气不足的一种症状 补足了肾气,这些情况就能比同龄人 万出现,好十几年 白白得寿,好十几年呢 说到补肾,大家都会说黑豆 醋泡黑豆,醋泡黑豆确实好 但是六百年京城老药铺里的老药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大国一,长寿有药爵的作者 雷宇林先生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豆子的做法更好 不是醋泡 一字三两,多年如一日 得一身硬气 雷宇林老师有句话,不太好听 但还是要写下来给各位看看 老子里面有句话 上是闻道,勤而行之 中是闻道,若存若亡 下是闻道,大笑之 意思是说 对得正确的事情 高层次的人听了 会努力勤勉地去实践 一般人听了和没听一样 所耳朵近,右耳朵出 最不及的还有一种 听了你的,自己不懂,还嘲笑你 我已经九十岁了 日子宽裕,身体健康 一辈子受老天爷的照顾 如今也只能把肚子里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和道理传授给老百姓 真的,再也无所求了 看人懂点养生法 对生活也有帮助 我的心愿就如此 法治黑豆 日吞二到七枚 转老为少 中其身无病 此法在雷宇林老师的药铺里面 已经成为了传承百年的古方 药铺掌柜自己吃 有的掌柜八十岁过了 肾脏寒强壮 头发自然黑 骨头硬 牙齿硬 走路说话 中气十足 疾病看到这样的人 自然就怕了 远远不上身 这个做法很简单 现在不拿来卖钱了 公开配方和制作方法 大家可以在家里制作 本草纲目时宜 评价黑豆说 福之能一经补随 壮丽润积 发白厚黑 久则转老为少 中其身无病 每日吞黑豆二七枚 到老不衰 虽然后面几句有夸大嫌疑 但前面几句这些功效 肯定是可以达到的 法治黑豆 日吃一两 一身硬气 法治 就是校方古法的意思 每种用药 都有定量的讲究 不如醋泡黑豆一样 酸涩难以下咽 这种法治黑豆药的 效用体现更明显 下面把配料药剂发出来 适用人群 客人来了给客人吃 小孩来了给小孩吃 女客吃了美容养颜 男兵吃了补肾壮阳 孩子吃了明目长智力 老人吃了固齿黑发 腿脚灵便 材料 黑豆五百克 沙院子 白吉梨 昌蒲 炒肚重 补骨纸 五个药材 各三十克 再加上大茴香 就是炖肉的大料 核桃仁 这两种可以不佳 制法 大茴香加上前面五种药材熬制 水没过药 然后开始煮半小时 去渣取汁 泡黑豆于药水中 泡四个小时 让黑豆吃满药力 煮豆子 这个时候加入核桃仁和少许盐 最好是大栗子的海盐 如果没有用食盐也可以 煮到豆子没有硬心 黑亮为止 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然后放在冰箱里保存起来 务必注意事项 炒肚重 药店买到的肚重 并不能达到食用要求 强烈建议大家自己炒肚重 用一斤食盐 炒三十克肚重 大火炒热 中火反复翻炒 至肚重两面焦黑 稍微用力撕几段 炒制过的肚重 直接入下胶肾 增强补益肝的作用 用于肾虚腰痛 阳尾滑精 容易习惯性流产等 看看这些功能 你是不是买回肚重后 还要认真加工一下呢 选黑豆 一定要选用熊黑豆 也就是各小紧实 黄心的黑豆 熊黑豆 健脾补肾的效果更好 绿心的黑豆 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 功效 这些药物虽然看起来比较少见 不过都是比较安全的 药名就是它的药性 补骨脂就是补骨髓的 沙院子就是补肾的 大茴香就是胎胃下气壮阳的 杜仲液是补肾的 腿脚不好的还可以用它泡酒 白吉里就是明目的 陶人见脑 盐也是入肾的 是药引子 把药力引入肾脏 这些药物都是入肾经的 这个骨方好 好在综合各种药材 食材的好处 能够给人体提供最大的帮助 用量 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当水喝 水喝多了还伤肾呢 这个法治黑豆 每天三到十克都可以 就是每天一勺 一两回就没效果 吃药还要消化呢 但雷宇林老师说 我就是想从我自己的 亲戚朋友开始 把这些法治黑豆 介绍给更多人 熟人听了 知道功效多 吃了之后又好吃 回家大伙就会自己买了吃 一穿十 十穿百 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真正地让人受益 不过我口干舌燥 想将好东西散布于世 往往真实 接受的人不多 我自己家里 桌子上一定摆着一盘 法治黑豆 因为它做起来容易 吃了立马去超市 药店买齐就可以做 一年四季 随吃随做 老了得一些病症 几颗黑豆子试试看吧 先吃它一个月 说不定头发反黑 牙齿虫固 腿脚立就上来了 96岁爷爷吃了40年 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首先把黑豆倒入盆中 加入一盆清水 先把黑豆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 把脏水过滤出来 然后再加入一盆清水 先把黑豆浸泡一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再准备几个核桃 先把核桃掰成小块 掰好的核桃倒入平底锅中 全程开小火 把核桃翻炒一下 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防止它炒糊炒黑 炒核桃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大约五分钟就可以了 核桃炒好之后 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一个小时之后 黑豆就浸泡好了 浸泡黑豆的水变成了紫色 是由于黑豆当中的花青素 溶于水导致的 浸泡好的黑豆 个个都变得圆鼓鼓的了 泡好的黑豆 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着 把控干水分的黑豆 倒入平底锅中 掀开大火炒干黑豆表面的水分 炒干之后转小火 全程用铲子不停地搅拌 使黑豆受热均匀 在炒制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黑豆的体积慢慢地缩小 全程炒黑豆的时间 大约十五分钟 炒黑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唯一需要的是耐心炒制 黑豆表皮裂开 并且闻到一股豆香味 黑豆就炒好了 炒好的黑豆颜色发灰 把炒好的黑豆彻底晾凉 接着把晾凉的黑豆倒入研磨器中 一次装的不要太多 大约是研磨器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打黑豆的时间尽可能长一些 这样打的黑豆粉比较细腻 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好 我大约打了四十五秒的时间 打好的黑豆粉把它倒入盆中 接下来再把核桃的外皮去掉 核桃彻底晾凉之后 外皮是非常容易脱掉的 全部去好之后 把它也放入研磨器中 打核桃的时候 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 时间长了 核桃会出油 大约十秒就可以了 把打好的核桃粉也倒入盆中 接下来用勺子 把核桃、黑豆粉 搅拌均匀 有小颗粒也没有关系 只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碗中加入两勺蜂蜜 然后再倒入200毫升的纯净水 用勺子把蜂蜜搅拌化开 然后再把蜂蜜水 少量多次地倒入黑豆粉中 边倒边用勺子搅拌 直到最后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接着用洗干净的手 抓一把黑豆粉 再手心按压几下 把它按压成圆形 加入了蜂蜜的黑豆粉 非常容易成形 全部做好之后 把它们放入盘中 这个黑豆丸 别看不好看 吃起来一股浓浓的黑豆香味 非常的好吃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可以保存半个月的时间 一天吃上一两颗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末的按订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